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8星期四 是10月份期指结束日 股市表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反复 先看看今天的情况 行政指数早点先低开45点到19558点 从这一分钟开始 整个股市一直反复不明 到下午3点左右 指数已经曾经一度是低渐19312点 等于说相对昨天收集来说 10月份中指数跌了291点 当然经过今天的稍微一点点的反复 行政指数又在跌圈10天平均移动线 等一下再分析 先看看10月份股市的情况 当然暂时还是先高后低 我想应该不容易改变的 因为指数的高位是8号的21355点 而低位暂时就是26号的19054点 等于说结果波幅已经有2301点 曾经说过 结果2301点的波幅应该可以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所以线下的可能性就是股市可能会有一点点技术上的回升 也可能在低位进行一个整顾 反正低位已经见了 所以股市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好像是回稳 可是这个回稳的信号暂时来说还是不能够决定的 直到寒增指数能够成功回升到10天平均移动线 收市的那一分钟超过两个交易电 才觉得股市真的是有点初步的回稳 像昨天在收市的那一分钟指数的确是回升到10天线以上 可是今天又再反复而跌圈10天线 等于说这个所谓的回稳的信号暂时还是不能够决定的 从移动线方面来看 股市的走势还是反复而不明 因为指数暂时在一万九千三百多点整股来看 其实还是走在10、20跟50天线以下 等于说整个股市从基础上来看 还是在反复往下视低位的营态之中 就是经过两千三百零一点的下跌之后 暂时少有一点点的回稳而已 可是这个回稳刚才我已经说过 不能够决定的 好了 10月份信号交易电就一天 明天是这个场外显身工具结算 现在看起来比较关键的就是 十月份故事会怎么样走 为什么这样说 要是寒生指数在一万九千三左右水平 今日十月份 那很容易看 因为只有八百到一千年的波夫是往上走的 指数一定可以上破十二十跟五十天线 可是要是说有八百到一千年的波夫是往下走的话 那可能指数还是会进一步跌圈一万九千年跟一百天线 所以暂时由于方向不明 市场的观望的细分还是比较重 变成来说成交方面也一直低迷 在这个情况之下 股市就算是稍微做好一点点 也只是有波夫而没有深夫 有反弹而没有大胜 这样子看起来最好还是等到需要有错 看看情况怎么样才做一个布局 相对一众难筹看起来 最后辉鸿跟中一栋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定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反复的 好了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下小铃铛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请看 订阅 只是准备 我访计 往前 我们来讲 感觉 我们来讲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